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巫术 先是剪到养娃娃的头发 然后再将娃娃浸泡在黑色颜料中 等气机49天后 再滴上几滴主人新鲜血液 接着在娃娃的身上画满神秘的符咒 然后将魔胎放入体内 用红线将其缝合 经过法师的咒语加持 就这样一个邪恶娃娃便制作完成 只要你好好供奉 它可以帮主人实现任何任务 只见女人将一个男人的照片放在娃娃前 然后利用自己的鲜血下读咒 女人便归在魔童前前程祷告 果不其然 照片上的男人在第二天就莫名死亡 警察也查不出什么原因 其实娃娃不会无缘无故伤害任何人 只要看视频点赞加关注 你就受到狗头的保护 下次诅咒的女人叫小美 她从小家境贫寒 好在认识了一名大明星闺蜜璐催花 两人竟同姐妹 在生日那天催花还送给她一个古蛮童娃娃 希望能给小美带来好运 这天两人受邀参加一个舞会 他们喝下陌生人递来的红酒 直接运倒在地上 两人不但受尽折磨 还被拍下很多不牙视频 并用这些视频再次邀请他们参加派对 然而催花却是死不从 不料在她的新歌发布会上 三个男人将她的不牙视频发到了网上 一时流言四起 当红明星也成为了过节老鼠 那一线承受不住的她走上了绝路 在一个月高峰黑的夜晚 她画上精致的妆容 躺在浴缸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警察立马展开了调查 想让她说出富二代的身份 然而面对警察的询问 小美却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 即使催花的父亲苦苦相求 小美表示她也被下药 什么也不记得 因为她害怕遭到对方的报复 一段时间后 小美早已遗忘了此事 一心想要当歌星的 她参加了歌唱比赛 原本表现出色的 她以为自己是冠军 不料冠军却给了一个实力很差的女生 就在这时 一个富家太太欣赏小美的歌声 两人共见晚餐时 聊起手中的古漫童娃娃 表示这种娃娃需要请大师开光 才会带来好运 听到此事小美非常感兴趣 最近确实挺倒霉 于是找到大师为娃娃开光 召唤灵魂 这是一个邪门的娃娃 传说将死去的婴儿 养在娃娃身体里 只要供奉前程 可以帮助人实现任何愿貌 只要看视频点赞加关注 这个娃娃肯定能给你带来好运 小美找到富太太引荐的大师 昏暗的房间内摆满了 等待召唤灵魂的娃娃 大师用绳索将娃娃和小美绑在一起 娃娃身上被画满符文 随后念其咒语 召唤一时顺利完成 娃娃开光后 她能保佑主人好运不断 没想到果然灵验 从那以后小美开始转运 这天出门逛街偶遇了暗恋对象阿康 她是闺蜜生前的未婚妇 也是业内知名音乐制作人 她邀请小美录制自己的新歌 这让小美非常开心 觉得是娃娃给她带来好运 小美在录音棚中表现非常出色 阿康当场要和她签约 并表示要将她打造成和闺蜜一样的明星 还送给她一套大别野 配备一个24小时贴身服务的保姆 新歌发布后 小美深受粉丝喜爱 成为一个炙手可乐的歌手 这突然的幸福让她迷失了自我 认为这一切都归共于那个娃娃 为了以后更加顺利 她又供奉了更多的娃娃 果不其然就连阿康都爱上了她 然而诡异的事情却接连发生 就在她与阿康一同吃饭时 对面的人竟然变成了死去的翠花 眼上还卤出了诡异的笑容 更奇怪的是鲁哥是 房门居然自动打开 就在她回头的一瞬间 翠花站在了原本属于她的鲁哥棚里 这样的怪事接连发生 小美感到有些不安 于是她添置了许多贡宾求娃娃保佑 结果果然奏效 然而她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这天她莫名其妙收到一个快递 而快递竟然是一个花圈 小美看到后 下注了你手机的第四个表情 正当她一惑时 手机突然收到三条短信 是那三个富二代发来的信息 他们看小美现在成为大明星 想要继续欺负她 如果不从的话 就将她的不雅视频曝光 小美走投无路之号 向父太太求助 于是她找来一位大师 利用娃娃举行邪恶的仪式 这是越南最邪恶的法术 将古曼童娃娃浸泡在黑水中 然后将魔胎放入娃娃体内 大师念下咒语画上神秘符号 然后胳膊收指以鲜血下咒 传说这样就能召唤出魔童 实现主人所有稀厄的愿望 仪式结束后 小美拿出一个富二代的照片 用大师叫她的方法开始乞讨 第二天男人就在浴缸中暴毙 与此同时 闺蜜不经意发现了 供奉娃娃的房间 还发现了死去男人的照片 便将男人死去的消息 告诉了小美 不料她听到难以置信 她没想到事情发展成这样 她开始害怕魔童 小美将所有的娃娃装进袋子 决定以后不再碰她 完事后她又找到傅太太 并将这件事如实告知 不料傅太太非常气愤 这些可都是灵魂 利用完就将其抛弃 只会引来杀身之祸 果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本来装进袋子的娃娃 竟然自己跑了出来 箱上还有明显的抓痕 到了晚上 小美好像没什么东西控制 转头一看 娃娃竟然变成了人形 随后直接爬上了小美的床 小美突然被惊醒 原来这只是一场噩梦 但她再也无法忍受娃娃 威胁短信 她只好重新将娃娃放回集团 将剩下两人的照片 都摆在魔童前 当天晚上警方就发现了 两人的尸体 小美愿想越不对劲 她仔细查看着娃娃 直接把她的脑袋掰了下来 里面居然有一个摄像头 这是阿康赶来告诉了她真相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策划的 因为当初小美不肯 说出富二代的身份 阿康和翠花的家人非常愤怒 为了给未婚妻报仇 翠花的父亲举办了一场歌唱比赛 故意让她落选 翠花的母亲沉寂接近她 并引导她供奉古曼童娃娃 为了奸行古曼童娃娃 阿康实现了她所有的愿望 然后冒充富二代给她发信息 得知富二代的信息后 便安排人暗中干掉他们 为死去的未婚妻报仇 得知真相的小美痛哭流涕 她鼓起勇气将真相攻之于众 故事的最后翠花的灵魂出来 她跟随翠花的脚步来到阳台 然后纵身一约 千万不要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 要知道自作逆不可活 命运这东西迟早是要换的